柴娃姐 剛剛那一個字妳說她 很轉 為什麼可麗姐在妳心目中是很轉 妳怎麼不會 我第一次我記得我們三立台灣台 剛剛開始開台的時候 妳就來上我們的台灣大廟口 那時候我就覺得妳很轉 因為妳不想要跟人家聊天 那我是一個很嗨的人 我看到誰我都嗨 嗨 嗨 但是我嗨到妳的時候妳是很冷漠的 就很難親近的感覺 跟她接觸之後就覺得 她其實私底下是很好相處 而且很Nice的 很會聊天 對 然後因為以前我跟她說 我們來喝一杯 她說我已經戒酒了 我說為什麼 因為我以前喝太多了 為什麼喝太多 因為我喝到都不知道怎麼回家了 等一下 妳是朋友 現在是來跳台嗎 妳說妳很轉 我也要認同 真的 真的 我那時候剛進三立的時候 然後我還踩鼻巴 然後那時候妳們什麼台灣阿成 很紅很紅的 很紅的 很紅的 那我每次都闖說進攝影棚啊 那化妝間要打招呼 可莉姐她說 對 沒有 她的眼睛都看上面 沒有在看下面 她都沒有在跟妳打招呼的喔 沒有 她真的超臭轉的 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我這個人修臉型 我真的就是不熟的話 我其實很害羞 我會眼睛都不敢去對到別人 因為我不知道對到我要講什麼 這是官方說法 真的 其實我也受害過 那時候 我嗎 團員的時候妳後面不是也有進來 對 我跟你雖然沒有搭到戲 因為妳在我心目中也是一個 就是戲劇女神 我一直很想要跟你合照 你知道我一直沒有機會跟你對到眼 因為她的眼神 永遠就是在看劇本 真的 然後從擦身合鍋 想要對到眼 看劇本我又不好意思叫她 然後對到眼跟她點個頭也好 喵妳一下嘛 真的 沒有喵 連喵都喵 沒有 我其實是不好意思對 不是說我不要跟她對到眼 她就是一副很兇的樣子 然後很酷 誰敢看她 不然妳看她 我是誰 然後她又不理我 不是很丟臉嗎 所以我乾脆就也不要看妳 等妳叫我的時候 可莉姐我真的嗨 可是她都沒有叫我 我就趕快默默的走掉 我們原來有這樣的誤會 對不對 其實可莉姐是一個面額心善的人 我一開始沒有理她 這個真的要說一下 因為有人她進來有人說 不要跟她太好 喔 為什麼 這個人 沒有臉重 這樣我就想說 對 然後想說 喔那就保持距離就好 反正我就誰也不得罪 對 但是後來真的是相處以後 發現沒有耶 好像講的那個人心機比較重 真的 就她其實不是那樣的人 她是一個非常真的人 但她也可能因為 傻大姐 對傻大姐 他們都說我很臭屁 遇到人不打招呼 所以他們都刻意疏遠我 在攝影棚裡面就是故意都坐很遠 然後對詞也不看你啊 你NG她也就是 唉 在那邊超難相處 我們那時候已經逼到快要憂鬱症了 你知道那種跟你對詞的人 他都不跟你對眼 那如果你好不容易有時候 真的難免會卡詞嘛 然後就NG 然後就 喔是會不會啊 哎唷喂啊 還是也不背好 誰啊誰啊說出來 可莉啊 我才會這樣 我才會這樣 我真的不會這樣 她不會 我女公司比下說 對 良意的賣來 真的 我真的不會這樣 她是做效果 我想要問一下你們兩位 對可莉姐 你們有什麼 一個共同的回憶 可以讓你們這一輩子記得 我這輩子就認定 你們互相都是好朋友的事情 喔我必須要講一下就是 後來我跟可莉變成 就是因為常常上節目 然後上她主持的節目 然後常常就有聯絡 然後出來吃飯 然後有一天呢 就是她大概 就是喝了有一點點小茫的時候 她跟我講了一句說 柴花我要跟你道歉 我說蛤 你為什麼要跟我道歉 以前曾經有一個節目 要找她跟我一起主持 但是她不要 所以她不想要跟我一起主持 然後她現在跟我這麼好 她覺得她不應該 當時事這樣子的 面對這件事情 所以呢她就跟我道歉 我就說沒事 反正不想要跟我主持人 蠻多的耶 對你是其中之一也沒關係 因為我反正就很low 然後後來 其實有的人 她可能 可以不用講這件事 試過進錢了 對 她可能就是放在心裡就好了 放在心裡就好了對不對 但是她卻沒有 她把這個事情說出來 而且跟我道歉 我反而覺得說 她是我這一輩子 要交的好朋友 真的 因為她把她最內心深處的 那一個東西 跟我說了 所以呢 從此以後我就覺得 認定她是我的最好的閨蜜 嗯 其實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人真的太自以為是 就是說 你有時候真的會忘記 你自己是誰 你知道嗎 後來相處就覺得說 既然要當一輩子的朋友 那我覺得心裡 就不能有秘密 對 所以我覺得我不能讓這個疙瘩 在我心裡 所以我覺得我一定要跟她坦白 讓她知道這件事 那她也 就像你她剛剛會說 沒關係啊 我就是很low啊 其實我知道 她只是讓我心裡 不要有罪惡感 不舒服 所以她就會用這種 很開玩笑的方式 然後讓我下台階這樣子 所以我 對啊 這件事情我真的 一輩子也忘不了 妳永遠是這麼善良 我的朋友怎麼都這樣 跟孝順 因此 我可以很開心的說 我這輩子可以跟你當很好的姐妹 是我非常地榮幸 跟你相當地有 福報 妳不要這樣說啦 謝謝妳 我也是 也非常謝謝妳在我 最困難最無助的時候 妳也是在我身邊 在那段時間 有妳的陪伴 妳不斷地鼓勵我 給我 給我信心 給我溫暖 這是我最感動的 謝謝妳 謝謝妳 而且 我也告訴我自己 妳是我這輩子最好的朋友 我永遠要愛妳 我們到最老都還要在一起 這是我們曾經學下的諾言 那我今天送妳的這個禮物呢 這個是我最近去嘉義拍戲 然後最近呢 媽祖出孫 這個生日 然後我在寶柱的那個 佩天公的媽祖廟 然後我知道妳喜歡娃娃 這是她唯一送我 因為我有貢花跟天有香 所以呢 唯一的一尊媽祖 好可愛 很可愛的媽祖 好可愛的媽祖 然後後面還有寶皮 好可愛喔 對 因為我知道妳喜歡娃娃 然後後面她有寫四個字 妳看一下 祈福 祈安師父 對 就是我希望妳都能夠 一切很健康平安 謝謝妳 對 親愛的謝謝妳 謝謝妳 謝謝妳 謝謝